同事,朋友,这些,好像一个是工作当中,一个是生活当中,不一样 本身就不一样,在古代的区别更大 古代这个棚跟有就不一样,一个是师出同门,这个棚这个字,两块肉 就是一个地方来的 然后,有,两个人牵着手,自同道合 也既为同事,还不一定能同事,但是 余伯雅中主席,高山流水 就一个农民砍柴子路过 那么,也就指引 同为一个事,同样欣赏一个懂 不然就是 对你们谈起 就是这么绝对 那两个人,如果是没有非常深厚的缘分 他不会感到在一起 那么多人,你怎么你们两个就能成为朋友 成为夫妻 一方面是上天注定 一方面 哪是哪是,都是自己造的 从这个科学玄学的角度 什么量子纠缠 波震动 频率 感召 你此时此刻 为什么认识这样的人 你要好好想一想 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 上下期 上下期 说到同事 我们是同部门的 或者是 同 创业的 或者是 不同部门 但是等级一样 我们 到了这个 年纪大了 很多 就来往的 往往都是一些同事 大多数人还都是普通上班的 没有接触太多外界的圈子 可能会 创业的 当官的 接触的人 大一点 广一点 一些特殊 这个行业的 怎么怎么样 这个伴随我们 甚至晚天生活 到最后 还是主要家里人 但是日常的来往 一个人 太孤单进屋了 你搞这个 我家里人也不懂 说 不听 就一个人搞 那很无聊 很无助嘛 可以 都需要 你会发现 我们课程很多是 跟这个 人 打交道 尤其是中国人 都是跟人打交道 外国人 就不是 外国人 要么就 说是 自然 实际上 他们一点都不自然 人造了一些东西 奇迹古怪的 奇迹英雄 在中国古代 不让人搞这些 科学做出了一些东西 确实是方便的 但是 人 被雾化了 造出来机器人 整天我的神都在这个机器上 这些 起来也是他 睡觉 我也要看一看 不看 心里痒痒 难受 谁在控制谁 人家就不动嘛 人家就一个死的程序 就那样了 不让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知道你是谁 你认识他 他不认识你 跟狗玩 有猫狗 都是跟外国学的 都是外国溜的 宠物 有点乐意乐行了 我们这部分 先不延长 那么还有就是上下级 上下级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承上几下 每一个人 几乎大多数人都上伙伴 这层关系 它上于上于下 一直都是存在的 就算你真的不上班 你是个家庭主妇 或者你 神患残惜 不能 外事 那么家里也有 自己的长辈 这也叫上级 也叫 三纲五常 我们讲了 除了君臣 以之外 那父子 这层关系 父为君 子为臣 现在呢 儿子为君 女儿为君 骑在你的头上 为他 作为作父 全都搞烦 这些有些原理 我们也会讲 这个上下级 你说 我是一人之上 下万人之上 那么你也有上级 所以 有些事情都是难以避免的 你这个 真的要修这一刻 就算你创业 就算你怎么样 怎么样管你的 部门 管你的平台 怎么样 接触 怎么样 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 要有对策 你要对的好 如果 他的政策 不够合理 不够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不够好的话 那么就要对策 如果好的话 那你就不要动歪脑筋 有人带领你 你就跟着走嘛 反而轻松 想不通 就是想不通 那么下级 部署 这些 都是要跟人打交道 外国除了跟物打交道 整天物理 是吧 你要跟自然 还比较大格局一点 天地 地利 我们这些 反而成为妇格的 不重要 求什么数理化 当然数学很重要 但是古代数学不是这样 我们从这个里面延伸到数学 好像有点偏了 不过有的东西 真的很重要 我们有机会 会跟大家 都分享 那么还有就是说 有的地方跟什么呢 喜欢跟生命打交道 印度 一些宗教丰盛的地方 很膜费 很膜败 每天 什么也不做 往地上 一趴 又开始败 从早 磕头 待着没事就磕头 得过了 你此生为人 你要先行人道 你到时候再说嘛 你真有机会再说嘛 人家有人家的事 你不干人事 你不干人事 你指望谁呢 慢慢修 真正你跟这个 有缘分呢 总会各个道 你都有接触 人不是一生 每生每世 这些东西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都是生灵 不同的存在形体而已 那我们具体的课 一节一节来讲